楊玟草 部長你好 我想最近國際間的經濟型態 不只是我們最努力就能夠增長我們的業務 但是更重要的是整個國際的匯率的問題 嚴重影響到我國 所以因此有六大工商團體一直希望 我們能夠達到32塊的匯率情形 所以本市要請教部長您的看法呢 我坦白跟您報告 我參加好幾次工業工商團體座談會 甚至我上禮拜六也有到中部地區 去跟有些廠商去了解去座談 大家都有同樣的這樣子的一個意見 但是這些意見 其實我們轉達給專業銀行的時候 專業銀行比如說 它的一些考慮的層面 包括如果說我們對韓國來講 那麼專業銀行認為說我們現在對韓國 這個匯率的這個相對的這個高低會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們比較競爭嘛 但是我們現在實質有效匯率其實比韓國還低 那麼他們會看這個月圓貶值以後 其他國家的匯率調整他們會做動態的一些平衡的考量 所以基本上專業銀行他並不建議說是匯率就是一定要到幾塊錢 壓到什麼程度 因為這個是涉及到比較整體的 本席願意給部長你講了這麼多 也就是本席要了解 部長你對於這個匯率 其實你是非常關心的 我不知道是否是在禮拜天 彭總裁看到 所以我們今天在報紙上看到 彭總裁說今天三字頭應該會呈現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有一句話 經濟要成長 除了人民努力不斷的研發 今天你帶了所有的研究中心來到我們的現場 這一些都是最重要的心臟地帶 那麼但是還有一句話 也就是說 即使在延你再怎麼樣好 我國有很多上市公司 他們一方面做自己的品牌 一方面也做OEM 可是我們有一個新生 同樣這個廠出來的東西 我們自己的品牌 以及德國的品牌 一樣是我這個產出 這個這個產出 但是價格只要掛上德國的這個品牌 欸 三倍假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業者告訴我們一句話 國家的重要性 所以本席特別願意講出這一段話 也就是說除了我們的匯率 除了國家的堅強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因此我們自己應該要自立自強 就舉要華的這一家公司 請教前任的經濟部長也認為這個管理條例是確實需要的 現在送到立法院正在審議中 那麼所以本席請教到底要華的資金 畢竟要在第六期所謂的薩摩亞全國的全球的什麼技術投資什麼東西 要不要先暫緩還是繼續投資 在我們的管理條例會過以前 要不要暫緩還是繼續請教部長 這個已經確定了 薩摩亞的這個 這要怎麼處理 這個楊委員是不是因為薩摩亞這個個案是不是請我們執行長 要華的資金長跟你報告 委員好 有關這個薩摩亞這個部分跟委員報告 原來這是全球策略投資基金的部分 請教現在要繼續投資還是等到管理條例 因為當時有一個決議 也就是資金到底是要繳固還是繼續投資 是我繼續跟委員報告 他當時是我們投資兩千萬美元 請教你告訴我們一個答案就好 第一個 因為他 薩摩亞的這個投資案到底是繼續投資還是怎麼樣 因為他關聯的我們要審查的預算 一百零二年 我剛跟委員還沒有報告完畢 就是因為他是減資從兩千萬美元減資 減少變成一千萬美元 所以我們是拿回來一千萬美元 剩下一千萬美元 一千萬美元分兩次投資給這薩摩亞投資基金 一次五百萬美元 所以這等於是原來的投資的繼續 但是原來的投資已經拿回一千萬美元 是這樣一個情況 那你這樣子報告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他是因為公私減資 沒人請你逗頭做的啦 公私減資說我們拿回來 公私減資表示你們當時的投資 是的確是有問題的嘛 是否 應該是講說這個 所以本席請教 因為部長也在這裡 一百零二年的到底要繼續還是怎麼樣 因為當時有一個決議 現在管理條例也送立法院 立法院還沒有審查到這個部分 所以你請回座部長 本席點出這個問題 也就是我們非常的希望 我們國家所投資的都是人民的納稅錢 應該是要公開透明 我們非常的希望讓有能力的人來投資 這是非常的希望 如果說以剛剛這樣答覆 因為簡直我們是拿回來一千萬 這樣我們就算賺到的 其實你真的有逗頭做的 有這回事嗎 部長 這一個問題請你三思 這個我的了解就是 藥管會在99年度以後 就沒有再編列預算投資進行投資 現在有的這些投資 我想我們會審慎來處理 對不對 所謂的什麼第六期生物科技什麼挖溝啊 這個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公司有義務要了解 不要再投資一個 再減資我們又拿回來多少錢 這個邏輯很奇怪的 那麼所以也講到這一點 我希望 本席希望除了剛剛所說的匯率 國家的重要性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經濟部掌控了 我們所有的企業的命脈 所以我們的方向一定要正確 舉例 這個遠東這個投資案 打官司打來打去打來打去到目前為止 正方贏 反方輸 現在又反方輸 正方輸 打到現在 我們整個國家的顏面都要沒了 所以本席提出這個問題也就是說 希望我們既然有這些專家 第一個投資要公開透明 第二個經濟部的程序作為 應該要明確 應該要明確 而有效能 這一點是本席非常希望的 一定要提升 要不然所有的企業跑光光 糟糟糟糟啊 本席甚至也為經濟部講一句話 所有的企業 所有的企業觀光 就像屏東 發生了憂火的這個事情 哪有一個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不同調 打來打去 所有的企業如果是任由如此的糟蹋 沒有人要當台灣了啦 沒有人這回事的 環保單位照理講我們的 執照要怎麼發 應該是由我經濟部最後做定奪 由行政部門最後做定奪 而不是由環保署的環評委員會做定奪 定奪之後 回戶撤銷之後 人民到法院去打 人民是贏的 可是企業跑掉了 所以本席提出這個語重心長 因為我們在地方上很多的陳情案 我覺得本席認為一個有為的政府 他應該是能夠為民眾解決問題 而非是製造問題 所以本席竟然在講 我們正面表列圖利罪 但是如果當政當公務人員的決策錯誤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個圖外罪啊 人民訴諸無利啊 訴諸無門啊 所以我願意在這邊多講了幾句話 也就希望部長你是一個有能力做事情的人 這樣子的行政效率 我們應該要做調整 謝謝 好讓任何人的意見 我們競表同意 謝謝